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TreeMap 在前面呢我们把这个Hashimap呢收入去做了个讲解 那关于TreeMap呢我们重点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应用 Hashimap本身呢它我们的已经这个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内容 好不好Map里面呢我们有实践类有我们的TreeMap还有Hashimap 以及还有Hashimap这样常用的三个三个类 Hashimap最常用效率最高TreeMap呢一般也不用 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你如果用到排序的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什么使用TreeMap 你就要求我这个Map里面的K或者Value需要排序的时候 可以用TreeMap一般用的也不多 然后这个TreeMap呢它的底层采用了什么呢 采用了所谓的红黑二杀数 好吧那大家可以打开TreeMap这个圆码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内部类啊一个典型的一个 典型的什么呢一个典型的这个红黑二杀数的一个实现啊 KValue对吧左右啊负啊负节点 然后呢Color啊用来标注红黑数的一个标题 这是它的圆码 当然我们这儿呢就不再用红黑数呢再去红黑二杀数呢 去模仿这个它的底层了 因为这个太繁琐太麻烦了也没有必要 当然极个别的有典型的东西呢 当然可以自己去实现 好吧 然后那个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掌握一下TreeMap的一个使用 它怎么去这个去排序的 好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类 TreeMap TreeMap使用啊 好然后这里边呢来我们继续定义啊 Nu 大家注意Nu的时候呢不Nu 它新Map了 Nu什么 NuTreeMap 好然后导入相关的类 好然后那个写完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边呢 放点东西啊 比如说放20A3BB6CC好 然后呢干嘛呢 弄完之后呢我们要对这个Map做个便利 这个Map的便利还没学 因为Sight还没讲呢对吧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先切入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增强货循环来便利 好吧 然后Integer啊 我们的临时变量比如说M 就是临时的这个或者叫K吧 然后呢TreeMap1.T-Sight K这儿呢会返回一个所谓的Sight对吧 Sight一核 好吧 然后呢采用这个 依次呢从这个Sight里边呢 把这个K一个个取出来 对不对 放到这个临时变量里边 然后呢我买个去打印 打印一下 GET啊 好大家看 我们打印的时候呢会有什么会有什么现象啊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你放的时候呢是236 大家看到没有 他取的时候大家看是不是把这个K 全部是按照这个K自帧的方向给你设定好了 这就是TreeMap 他内部做了培训 按照K自帧的方向 这个这个 递帧的方式 排序 看懂了没有 他按照K呢 这个增加的方式给我们排好了 如果你是Hashimap的话呢 因为Hashimap里边没有排序 对不对 所以他他这个便利出来的这个顺序是没有意义的 明白了吗 你也不要去找他老师有意义啊 对吧 他可能也是按照 有时候呢 对吧 按照这个顺序 打印的时候呢是按照那个顺序 对吧 不要管他 没有明确定义的顺序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吧 所以这是TreeMap一个基本的使用 那么涉及到这以后呢 就有个问题 就有个问题 有的人说 按照K递增的方向 老师那个K不是可以为任意对象吗 你是为数字跟字符算的时候呢 可以递增那比如说我自己定义一个类 作为K能递增吗 他按照什么方式递增 这呢 我们需要讲一个新的接口 叫做comparable 讲到排序的话 咱们顺便把这comparable给大家讲了 什么意思呢 来 比如说我们在这定义一个 classEmployed 雇员雇员雇员 雇员雇员里边呢 有有这样三个属性ID 然后TreeM name 还有这个double salary 那么大家注意哦 我想让它实现一个排序 嗯 它是不是这里边有 已经有重名的这个Employed 咱们这个就叫EMP吧 大家注意啊 我想让它按照什么排序呢 比如按照salary 对吧 我想让这个假设一会儿呢 我们让以这个EMP为K 对吧 我想让它按这个salary排序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实现我们的什么 所谓的叫comparable接口 comparable接口 来自定义这样的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些类的排序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 为了方便一会儿用 咱们把这个构造器先写好 方便使用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这儿呢 实现一个什么呢 implements comparable 大家注意有个comparable 什么 接口 comparable接口 它需要增加范形 当然是我们 EMP类的对象 跟EMP比较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可以去实现 它这个没有实现的方法 点一下 大家看 在这里边 实现了这个方法 叫compile2 看到没有 compile2 然后大家看 它这里边有这样的解释 有这样的解释 大家看 它说什么 compare this objective 我们当前这个对象 和谁呢 为了指定的这个对象 就是指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欧对象 和 order 对吧 为了排序 然后呢 返回一个负数 anactive integer 负数 零 或者什么 正数 as this 当什么 当这个对象 小于 等于 大于 指定对象时 就是负数呢 对应的是小于 零呢 对应的是等于 那个正数呢 对应的是什么 大于 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规则 来 我给大家写上啊 负数 对应的是 小于 这个零 对应的是等于 这个正数呢 对应的是大于 当然了 我们一般就 就用那个 一负一零 就代替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它只要是 负数正数 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边 比较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可以 这么多 比如说 我现在要比较 这个 salary 对吧 我们比较 这个 salary 我们应该 这么行 比如说 this 对吧 this is their salary 比如说 大于 or 点 什么 salary 如果大于呢 我们就返回 什么 返回一个 一 多么的意思 什么 else if this is their salary 小于 什么 or点 salary 是吧 return 付一 都是小于 的时候 然后呢 再往下走 那不就相当于 salary等于了 吗 如果salary等于 这时候 假设两个人的 工资是一样的 我该怎么排行呢 这时候 我更有id 懂我的意思吗 在id来排行 if this is their id 对吧 id 大于 o点什么 id 然后return 什么 1 dodd 是吗 下面这就相当于是按这个id培训了 然后呢 在这个this 点 因为id是不太可能同复的啊 o点id 对吧 return 是吧 我先注意 1 注意 啊 这报一个错 什么错 好 小了个东西 好 然后呢 再啊 id都相当的话 那我就返回什么 返回零 认为他们相当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好 你就这样去写就行了 当然如果以后呢 需要对你自定义这里给你比较之后呢 就用我们的content 图这个方法 呃 写的结构呢 跟我这都基本上一样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呢 可以定义我们的一个新的MAP 定义一个新的MAP 这个MAP咱们用EMP来做K 啊 用Strainer来做我们的VALUE 好吧 NewTreeMap 好 然后呢 这个TreeMap2.put 啊 put谁呢 NewEMP啊 我们先创造我们的第一个EMP 比如ID是100 当3 啊 工资多少呢 15万 VALUE写什么呢 随便写一句话吧 好吧 这个 好 小伙 ID是2 3啊 就是 你4啊 工资是5000 也是工作不积极 然后呢 这个是 网5 啊 网5多少的工资 就起 网5啊 新 嗯 工作还不错 然后这个ID的话 咱们也打乱吧 啊 150 啊 1503的ID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再对它这个排行 它是按照这个K递增 K是谁呢 就是我们EMP EMP怎么递增呢 就按照我们这儿的Compare这个规则 定这个规则来 来去比较 先比较SALERY 懂我了吗 SALERY相当的话比较ID 好吧 按SALERY递增的方式 啊 ID递增的方式来处理 然后来我们看一看啊 EMP 然后呢 TREMAP2 对吧 然后咱也这个K 然后呢 GETK 啊 跑一下 哦 这报错了 这个说什么 说什么呀 写错了 说这个 Integer不能塑信为什么呢 EMP 我这 对吧 改成2 是不是 大家看啊 哦 这还体现不出来啊 这还体现不出来 谁是谁 所以呢 我在这儿呢 EMP这儿呢 为了能把这个打出来 打印的时候方便一些 我再重写什么方法 ToStream是吧 重写一下 Return Return什么呢 ID 加ID 然后呢 够号NAME 加这个NAME SALERY 加什么 SALERY 对吧 啊 这样方便我们去表达 再跑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啊 大家看 首先呢 我在这儿按KD登的方式 我们的EMP的规则是什么呢 先按SALERY排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SALERY 看到了没有 按SALERY排序 看到了吗 5000 对吧 6000 这样排 那么如果大家看啊 哦 大家看啊 这个是排好了 如果咱们再搞一个 SALERY相同的啊 大家看 再看SALERY相同的时候怎么办 网5 招6 招6 招6也是6000啊 这个他这个ID呢 是50 好 网5 招6是个开心果 好 来我们看一看啊 这里边 也是按照56 薪水呢 566000 6000 5万这样排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儿 薪水相同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按照ID自贞的方式啊 看懂了 OK 所以呢 这里边 这就是我们这个 TRAID的一个排序的方式啊 但顺便把这个comparable也学了一下 comparable接口 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这个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 Hashimap Map接口的一个子 这叫HashiTable HashiTable 那么大家注意 记住这样两点就可以了 这儿 HashiMap 现成不安全 效率高 允许K和Value为空 HashiTable呢 现成安全 大家记不记得现成安全 咱们前面讲那个Vector 讲那个Vector和Vector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现成安全的问题 Vector就是现成安全的 效率低 对吧 因为它要做同步的检查 那HashiTable呢 也是这样的 现成安全但效率低 不允许K和Value为空 这也是一个区别 这个大家也记一下 好吧 这儿呢 HashiTable 我这儿就不测试了 方法跟我们HashiMap 一模一样 只不过呢 它是现成安全的 这我就不多测试了 大家希望大家记住 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这关于这个Map的内容 就讲完了 讲完了 大家呢 按照我的这个思路 练习一下 使用这几个类本身 使用这个这些Trimap HashiMap 这不难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这个手写 这是比较难的 好吧 记住我的话 学有余力的话 优秀的同学呢 把这个写一下 如果你觉得写这个吃力 没关系 先把这个学会用就可以了 好吧 先学会用 后面再说自己写 这个一般情况 你工作呢 肯定不会让你自己写的 这个我们只是作为练习 好吧 大家千万别走到极端啊 千万别走到极端 因为80%的同学呢 他能会用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不忍一道 你们订阅 到这边 下个